文小婷有魄力,四倍年薪召唤新帅,只用一招让曼萨诺瑟瑟发抖中超,虽然已经进入间歇期,但是11轮过后,因为球队战绩不佳,已有四位中超主帅下课,而作为公认的第五位下课的主帅,贵州横峰主教练曼萨诺,依然稳坐钓鱼台,从上课赛季的中超第八名,到本赛季目前为止的倒数第一, 曼萨诺夏克的呼声欲越来越高,11轮中超比赛过后,山东鲁能和上海上岗基23分排名榜首,而贵州横峰11战一升一瓶九负基4分排名倒数第一,如果贵州横峰再不改变将提前预约一个中超的降级名额,而和其他球队一样,贵州横峰董事长文小婷的第一步也是换算,由于上赛季中超第八的成绩过于出色, 为了留住,曼萨诺文小婷与他签订了一份没有成绩要求的合同,如果贵州横峰主动解约曼萨诺,那他将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违约金,这也导致即便是成绩不好,曼萨诺也不会主动辞职,不过如今,这一局面即将被打破, 而这一切得益于文小婷,罗马尼亚媒体DeepSport作为贵州横峰对勤点的新任主帅,由于佩特雷斯库对贵州横峰40万欧元的报价并不满意,文小婷为了表达诚意已经重新拿出了一份180万欧元的新合同, 可以说这位曾在球队输球后向球迷鞠躬至迁的文宗,为了贵州横峰球队能留在下赛季,留在中超挤着自己最大努力,而且累了,佩特雷斯库能够早日来贵州,文小婷正在考虑是否支付佩特雷斯库与克鲁日队合同中的40万欧元的违约金,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,文小婷又有了新的方法,那就是不会直接解约曼萨诺, 而是给予他一个类似于技术总监之类的虚职,这样既更换了球队主帅,也避免损失巨额的违约金,经过和曼萨诺一年的相处,文小婷也越来越精明了,同意这种做法吗?欢迎留言讨论支持中国体育,欢迎关注忠诚家族。